徐校长好 是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徐校长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我是徐德渊 那目前呢 在投层农场担任 永续教育推广中心的执行长 那我以前呢 是在台北市担任小学校长 退休之后呢 目前在投层农场帮忙服务 当初是怎么样进去这个投层农场 进到投层农场 其实是一个因缘 因为我们投层农场的董事长 我们都尊称她为卓妈妈 那么卓妈妈 她以前也曾经是小学老师 跟我是同一个母校 那她也曾经是我们母校校友会的理事长 那在我退休的时候 她就觉得因为我在 毕竟在这个小学担任行政工作比较久 那我们投层农场呢 也长期在推动环境教育 户外教学 所以她希望我能够进到农场帮忙 所以她就邀请我到农场来服务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农场当初 这个卓妈妈是怎么样 找到那块地 然后走到现在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刚才我说卓妈妈 她以前也是一位这个小学老师 不过呢 她小学老师只当了十年 她之后呢 又转行去做成衣加工业 那在民国68年 也就是42年前 她40岁生日的前夕 她就在想 那我的后半辈子应该要怎么过 那么毕竟在民国68年 那个时候呢 她的成衣加工业 在台湾的成衣加工业 也慢慢已经转移到中国大陆 而她手上也因为她非常的勤劳 所以也赚了一笔 累积了一笔小财富 所以她当时的梦想 就是要去当农夫 很难想象 一个女性竟然想要 后半辈子要当农夫 那她想要当农夫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她在当老师的时候 好像有一次啊 听到一个专家到学校来演讲 那个专家特别提醒大家 自己在理财的时候啊 最好不要随便乱去买股票 最好是买一块土地 因为有土司有财 土地不会变 但是股票会有增减值 所以她就一直把这句话 紧记在心 所以在民国68年 她想去做农夫 就是因为她喜欢这片土地 那么当时她大概有 五六百万的现金 所以呢她就说 她想要买一块 用这笔钱 能够去买最大片的土地 正好有土地中介业者 就跟她介绍了 投诚的这块地 不过呢她当时对方把她带去的时候 竟然说这个地方是在瑞芳 也没有老实的告诉她 不过当时的投诚 我们投诚农场的现地啊 那个时候连这个滨海公路都还没有开通 所以真的是一毛不拔的地 所以地价也非常的便宜 据说当时啊一坪土地只有十六七块 但是呢一块榻榻米啊 有七八十块 所以卓妈妈一看到有这么大片的土地要卖 而且她感觉这个钱非常的便宜 所以二话不说 第二天就把它买下来了 而一口气就买了将近九十公顷 只是后来才发现两件事 第一个那里不是瑞芳而是投诚 第二个呢是买下来的全部都是山坡地 没有什么平地可以利用 所以她后续又慢慢的累积土地 所以现在投诚农场的总面积将近有一百二十公顷 算是非常大的一块土地 有好山有好水 她也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所以她当初纯粹就是因为仲介的介绍 并不是全台湾到处去看去找土地 可能有人帮她介绍 只是当时这一位土地仲介业者 帮她介绍这个地方 而土地便宜嘛 地方又大 这正好符合她的需求 那反正后来就将错就错 就定居下来 是 所以她这么多年 她大概有分几个阶段来讲 一开始应该是单纯自己种 对没有错 其实那么大片土地 我们去想买来要做什么 这个问题我有好几次问她 我说卓爸爸你买了那么大片土地要做什么 她说当初如果有仔细去想要做什么 她就不会买了 也是买下来之后 她才慢慢去摸索究竟要做什么 所以那块土地其实之前已经有人经营 而且经营了三代 但是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最后就卖掉 那么她当时买下来之后 当然头先就是做一般的农场 养鸡啦养鸭啦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源于植栽这方面的 但是后来随着政府啊将所谓的农场进入转型成为休闲农场 将它带入观光 所以呢我们卓妈妈当时也是受邀然后去做这方面的农场转型 所以后来就跟着政府转型成为休闲农场 那这在宜兰可能跟西南的香格里拉大概是在当时都是属于最早一批配合政府转型的休闲农场 可是很多后来现在都倒了 那为什么那个投资农场能够走到今天走这么久 能够走这么久啊我觉得当然第一个首先就是卓妈妈的毅力和决心 因为她一直很坚持的要保护这块环境 她一直很希望能够用友善的方式去把这个大地能够维护好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当然首先就是她的决心和毅力 第二个呢就是投资农场我觉得我在那边服务了这个五年多的时间 我发现我们农场的同仁啊真的是人才积极 那吸引了不少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愿意在这个好环境当中去实现她个人的理想 然后一起把这个农场经营的好 那在这方面卓妈妈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都绝对不能欺骗顾客 所以我想这个诚信应该就是我们投资农场经营的核心理念 另外一个就是永续发展 那么我想这个永续呢在我们农场当中处处都可以看到永续经营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当她的核心理念有了然后又有专业的团队 我想自然而然只要在资金上面没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她就可以一直不断的经营下去 所以加入的很多员工都是热爱这块土地充满一些理念跟想法 应该很少单纯把它当做工作 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农场里头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她其实是因为这块土地跟她的理想是能够结合的 所以她有这个热情愿意继续留在农场 其实农场我们的工资真的不高 但是却能够吸引这些专业人才来 我觉得就是她有实现自己理念的空间 而且彼此之间我们是有共识的 一定要有一些使命感 因为农场的薪水如果要高 她的很多东西客单价就要拉高 她卖的东西贵 住的素数也要贵 才能够付你们这些薪资 是的 所以一路走来 同时农场还是一直走着所谓经济实惠 而且是在地生产的一项的一个理念 没错 因为在我们的经营理念当中 譬如说大部分的游客都会非常喜欢我们的美食 但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所有的美食都是料好实在 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都能够吃在地食当令 所以一定是在地县菜这样子的一个新鲜的食材 包含海鲜 因为同时农场非常这个地理条件太好了 有山有水 而且就在农场的前面不远处 就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渔港 因为每一天都有新鲜的渔货 而我们卓妈妈特别特别 她都是亲自到这个渔港去严选 因此我们所提供客人在食材的部分 说句实在话 真的是非常的新鲜 而且经过我们的厨师的料理又非常的美味 我想卓妈自己走了40年 应该她自己也感受她身体的一些健康跟改善才会一直持续 对不对 我想这是一个因为我们那边有好山好水 所以呢 再加上卓妈妈自己本身啊 她可能从小她的体质就非常好 你看她现在已经高龄82 83了 但是她依然的看起来非常的健朗 而且我常常说啊 她是我们投资农场所有人工当中工时最长的 她每一天早上啊 大概凌晨 以前我知道是两点半三点半她就起床了 起床之后她就干活了 最近我听到的是她12点半就起床了 而什么时候睡觉呢 很可能是晚上9点钟10点钟 她实在是撑不下去才睡觉 中午小气一下 所以她的体力实在是好的惊人 这也正是说她经过各种的磨练 我也常常听她说一句话 就是谁怕谁啊 在她的字典里面也是一样没有男字 那她又有很好的体力 又有很好的毅力和决心 所以在执行各种她的想法 她都是积极的加以贯彻 过去有没有一些危机啊 或者是误判一些局势 那肯定是有的 那农场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她都是完全是成功的 那也都是在经过很多的摸索 尤其是卓妈妈她很喜欢创新 所以在农场里面 不论是农业的种植 或者一些游城的设计 其实我们常常都在挫败当中 去学经验 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就光以最近的疫情阶段来讲的话 你想想看有多少商家都在这个疫情阶段当中 一一的倒下去 而投资农场却还能够苦撑在那边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以前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资本 第二个是大家也都共提时间 该休假的就去休假 第三个是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其实我们并没有停滞 反而我们一直不断的去改造农场的硬体的建设 然后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如何创新我们的游城 甚至当游客进不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产品行销出去 而所谓的产品就是当时大家在疫情期间 没有办法到菜市场 没办法吃到美食 但是投成农场我们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都几乎就是利用宅配 或者是我们个人把货物送出去 所以在那段时间虽然没有客人进来 但是我们仍然跟我们的客人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因为他们每一个礼拜只要他们订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会送去 因此我在那段期间 其实有另外一个身份 送货 宅配送货 因为投成那种够大 所以他可以自己种植很多东西 然后也可以分享给顾客就对 因为农场自己用用不完 所以就会有很多熟客 会定当季当令的一些新鲜农采 现在疫情慢慢平缓 很多国旅也开始要推动 投成农场这么多年来 也发展出很多热门的形成 包括一日游或两日游或是很多DIY体验 是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其实投成农场因为地方大 然后我们的专业人员又多 那么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退城出新 除了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 其实我们针对不同的客群 我们都有设计比较客制化的活动 譬如说现在我们很强调慢活 有好多的中老年人还有退休族群 他们都很希望long stay 对你们有常住 所以我们现在有慢活常住的游城 像我们最近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慢活常住的 而且发现这样的需求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在五天四夜的标准游城当中 一个两间两人房 然后我们五天四夜每一天提供两餐 然后还包含农村小吃这些完全免费的无限供应 这样子一个人才不到四千块钱 哇非常便宜 对这是相当便宜而实惠的 而且呢我们现在还在构思 对于这些族群除了来这边吃住我们提供之外 是不是还可以请他一起来参与我们农场的其他的活动 譬如他喜欢吃 那我们农场我们的厨师可能就可以请他一起来陪伴 跟他交流一下 对跟他交流 如果他喜欢农作喜欢做农事体验 我们也可以邀请他到我们的有机农场里头 一起来帮忙 我想这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对中老年人退休族群我们有这样的活动 那么对于年轻小朋友来讲 我们的校外教学 是 我们设计了非常非常多环境教育方面的游城 既好玩又有好吃的 而且我们还传递了很多非常棒的教育理念 同时呢我们的小朋友 或者来参加我们环境教育游城的这些游客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导览解说和我们的手作体验 让他能够经验非常不一样的农事经验 还有认识更多的动植物 那当然我们对于很多的公司行号 甚至很多不同的族群 我们也有高低配 譬如说我们最近呢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 我们有一条耿方南西 这条耿方南西是我们农场的命脉 但是我们却能够创造出来几个很有特色的这个游城 譬如说我们邀请游客到我们的耿方南西里面啊 除了去汐水泡脚之外 甚至我们还有所谓的汐游记 流水席 我们让我们的贵宾们是可以坐在西里面 吃饭 去欣赏美食的 对我们的储蓄就在旁边 这上面是烈日 这个大太阳照在上面 但是呢我们泡在汐水里面 那种感觉啊是非常的舒畅 分多金就在你的旁边 随时可以大大的深呼吸 非常享受的事情 除此之外啊 我们最近还一直在提倡一个生态旅游 这个叫做我们的 我们有个绿色厨房 那我们还有瑞士级的主厨 来亲自帮我们的游客 进行各方面的料理 我们有一个活动的游城啊 叫做幸福岛屿食堂 那这个幸福岛屿食堂呢 其实我们是透过两位专家 吴秀娟老师 还有马爱云老师啊 他们共同开发出来 经过三年的时间开发出来的游城 而落脚在我们投层农场来加以实现 那么这些都是由我们的所谓的生态厨师 由他们展现厨艺 那么这些生态厨师呢 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食材就是在地的 当令的 但是呢 我们的生态厨师 他其实是会讲一些生态的故事 同时也邀请我们的游客 一起来参与制作好吃的料理 所以这又有动手做 亲自体验 然后又能够有一些深刻的感触 自己动手做比较不会浪费食材 也比较不会浪费食材 而且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于啊 我们客人除了他能够品尝美食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希望我们的游客 能够利用武感 武种感官 然后从做中学 这样子对他到头成农场来 他的意义就可以加深加光 那我们甚至还有针对于穆斯林的朋友 我们这些穆斯林的朋友 他到农场来 我们有他们专属的游城 甚至他们所使用的餐具 他们这些东西都是客制化 所以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 在台湾的穆斯林的朋友 都愿意组团甚至个人的身份 到我们头成农场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游城 对这几年有在推动穆斯林友善餐厅 对对所以我们农场就是有获得认证 对对对对 不能够自己讲 没错 那大学生好像也有一些什么打工换速 对不对 那针对我们这些青年朋友们 打工换速一直是我们常态性的活动 只要你对于我们农场 在不论是农市或者是餐厅 甚至是旅馆 如果你愿意来进行这方面一个体验 那我们也欢迎在利用他有空的时间 到我们农场来 甚至我们现在青年部他有好多的这方面的专案 我们现在在农场的同事当中有好几位 都是属于类似类似的性质 利用他们在这个类似办公办读的方式 来参与我们的工作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像大学生的新生训练 干部训练 甚至企业的干部训练 他们都会选择到头成农场来 那因为我们这个场地设施 还有我们的活动都能够完全的配合他们的活动内容 所以头成那种最多可以容纳多少的这个游客 我们大概一千多人大概都没问题 但是在这一方面 我们现在仍然是希望说提供给游客是比较高品质的 所以在现在包含我们的餐厅 其实我们现在也一直不断的在扩增容量 我们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餐厅 我们还有绿色厨房 还有农村这个点心小吃区 甚至我们还有烤披萨的地方 所以能够用餐的地点 其实形式非常的多样化 所以什么样的单价都有就对 对我们只要客人有这方面的意愿 我们都会为客人提供各方面的服务 所以农场是有没有因为这个血税的开通之后 让这个生意更好 因为以前去比较不方便对不对 我想血税的开通对于投城来讲的话 基本上一定是方便多了 但是也因为方便多了 所以光以投城这个地区 他所产生新的这些游客可以去的休息的景点变多 也变多了 所以他也不会去集中在投城农场 但是毕竟这个血税交通方便了之后 一定是带动整个宜兰在这方面观光旅游的这个游客 所以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因为早期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是没有说 我想当初昨晚买一下那个地方 肯定没有想到今天投城农场是有这样的规模 甚至以后可能还有新建的快速道路会延伸到投城 那以后的高铁可能在这方面又会对当地产生一些不一样的影响 那个曲校长因为你本身在教育界也非常多年 最后做到校长退休 那你个人在进入投城之后 有没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去结合他们的一个理念一起来推动 我想我跟主持人都一样 我们都是同军的伙伴 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山椅 那也一直希望能够把很多的教育理念 能够融进在我们的农场当中 那我刚才也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董事长卓妈妈 他本身就是一个老师 所以他一直很强调的就是教育这两个字 所以我们那个等于就是一个生态学校 那我们在进行所有的活动当中 也一直很深刻的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游客 让我们来丽临农场的进行环境教育的这些学子们 都能够去透过我们的解说 透过他亲手的体验 能够体认到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环境能够永续存在 那在我个人除了平常在那边工作之余 其实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做生态的观察 对所以在我的脸书当中 投出来最多的就是投生农场里面 究竟有哪些珍贵的动植物 对我想在这边也特别跟大家介绍 全世界只有目前只有一只白色的台湾蓝群 对全世界唯一的这一只 你只能在投尘农场看得到 它就是基因突变就对了 对它是一个白变现象 那这个就是很特别 这大概是在台湾鸟类的历史当中 应该是第二只 第一只以前在三峡 但那只已经做古了 那现在这唯一的一只就在投尘农场 投尘农场里头还有很多的生态 那我们也透过这种红外线的摄影机 把山猪啦 山枪啦 石蟹蒙 白鼻心 射香猫 等等之类的 我们都把它录像下来 那么也成为我们的教材 那么我们也会透过各种的这个媒体 让他能够介绍给我们的游客 让他们能够认识 对投尊农场的官网好像蛮多这种生态文章的 是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农场里头 我们有这方面的达人 真的他对这个东西太热爱了 而且我们现在农委会啦 他们甚至光是以刚才我们耿方南西 现在都以耿方南西的水生 里面的水生动物来作为一个研究的素材 做调查 而且还发现我们 既然这条短短的西里面 却有好几种非常珍稀的物种 这也是我们跟政府一起来配合 如何来呼吁我们这块土地 那大家如果去到投尊农场 要注意他们有很多环保政策 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包括瓶装水 或者什么一次性的很多东西 你们慢慢现在也不提供了 那在我们农场 现在住宿的旅馆 其中有一栋朝日楼 那是获得国际认证的绿色旅馆 那这是获得绿色标章的 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获得绿色标章 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住宿的旅客 也一起来配合这种环境保育 所以在那个地方 我们是不提供一次性的这些饮料 或者是你的牙刷之类的 那这个部分呢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农场 整个的环境设施 其实在陆地上我们几乎缺少看到垃圾 我们的游客的素养都相当的高 或许他们是因为看到了有这么好的环境 也不愿意去破坏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大家一起来配合的事情 那除此之外啊 我也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这边呢一直也在做永续农业 所以我们会在大家用餐的时候 特别提醒我们的游客在用晚餐之后 能够将厨余果皮分类回收 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要把厨余变黄金 厨余变成有用的物质 而我们的果皮又可以去做酵素 那在我们的农场里头 几乎绝少有垃圾的产生 因为这些东西 全部都可以发挥它有用的价值 甚至我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还有一个永续生活实验室 我们的农场的艺术总监Pia 他特别在这边一直去努力的 让我们农场里面 游客他能够亲自体验 如何把废弃的玻璃瓶 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 它可以变成是一个玻璃的艺术装置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器皿 在上面种植东西 那我们的一些斧木 其实都可以搭配着 我们常常看到的野花野草 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盆栽 那么我们甚至 我们农场里头 那么大的园区当中 一定有好多的枯木杂草 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加以有效利用 能够给牛羊吃的 我们就看下来就给牛羊吃了 那剩下来的那些树枝 我们在经过一些打碎之后的处理 它也成为堆废的一部分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让它 生生不息的循环使用 物尽其用 这也正是我们卓妈妈一直念资在资的 就是不要浪费 刚讲到永续农业 农场有哪些农业食材 就是有种植什么 其实我们农场在这个食材的部分 因为是我们算是友善 我们不敢说真的做到所谓的有机 因为有机它现在条件越来越严重 是需要认证的 对对对 那我们其实也是经过认证的 那我们因为既然是在做这方面的栽培 那我们自己本身又不是有盖往事 所以我们所种植的农作物 包含蔬菜水果之类的 其实是有限的 那什么叫做有限呢 就是我们尽量去挑选 那些虫比较不爱吃的食物 譬如说像蜗菊啦 或者是像我们最近的这个秋葵 对秋葵 我们还有种植了 大概每一季当中 我们有种植十几种蔬菜 那这些蔬菜呢 就是属于那些虫害比较少的植物 这对我们来讲在管理上头是比较方便 因为你们不会撒一些农药 对我们不撒农药 所以就挑一些农 虫不爱吃的这个农作物来种 是是那当然我们还有果园 像我们有全宜兰县最好吃的桶干 因为我们去参加我们全线的比赛 也在前两年连续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 那我们的金枣 我们的荆棘 我们的百香果 我们的文旦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用同样的友善的方法去耕作 而且呢 我们只送不卖 只有进到我们农场的游客 我们会带他们去采摘 但是我们没有对外贩售 因为我们毕竟产量有限 但是我们愿意把最好的 去跟我们的游客 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分享 好 最后跟我们讲一下农场 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规划 其实我们现在啊 一直 刚才我一直说 我们农场一直都在创新 对 所以呢 像最近我们在跟林务局正在合作 重新在做造林富裕 因为我们以前呢 也曾经做过造林的工作 但是当时选择的 这个木材可能大量种植了很多的马拉巴里 但是这对这个限地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现在在林务局的指导之下 我们现在要往这个重新造林的方式 是台湾原生总委员的 对对对对对 未来是觉得 而且是以后是要有 也有一些经济价值 是 那也谈到这个木材呢 像我们现在也在尝试利用我们农场很多的风香香丝树 我们来做断木香菇 断木香菇好像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太空包好吃 比太空包好吃 因为它是比较类似原生的 对 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几个方面呢 就是针对于我们如何去跟政府单位去做结合 所以农委会环保署 这个水土保释局 他们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实验性质的活动 比如说现在像林务单位 他们特别强调里山离海 对对对 那这个里山离海 他们也是以我们投尘农场来作为一个示范点 那我们农委会有好多的实验性质的东西 包含所谓的农村厨房 或是我们现在在做很多 所谓的野花草坦 类似这种实验性质的也都在我们农场来做 那我们农场呢 也因为有许多这方面的专业的人才 我们最近呢 还有一位新近的同仁 他是做蒲门的 蒲门 所以我们也特别运用了蒲门 在这方面有机生产的概念 我们设计一个疗育菜园 那么能够让我们的农场 有更多样化的一些姿态能够呈现在游客面前 好 所以我们曲校长请你讲你自己个人的感受跟改变 到投尘农场服务也五年了 然后也 当然也吃了不少那边的一些什么食材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 我常常在讲啊就是到农场工作完全感觉不到像工作 因为那边环境太好了 所以当我每一次在跟我们的客人介绍我们农场的时候 第一个能够交到很好的朋友 第二个能够把我们的好东西好环境分享给大家 这正是我们卓妈妈一直很希望乐于分享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投尘农场真是一个好地方 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认识 那我们最近还在尝试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结合附近的小学 我们成立了投尘共好生态学院 我们希望让我们在地的孩子也能够认识我们投尘农场 长大以后他会对于这块土地 他自己的家乡更热爱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教育工作上面能够发挥的一些力量 能够结合这些有志于教育的工作者 一起来推动这方面保育家乡保育环境的理念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区校长 为大家介绍投尘农场谢谢 谢谢